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一個流動路邊攤販家庭長大的 曾卡琳娜 而且你知道因為擺路邊攤根本不能去上幼稚園 所以常常就一邊幫忙吆喝生意 然後一邊趴在攤位上練習寫舊報紙 所以就失學是我自己的一個切身之痛 老師好像都告訴我們說什麼教育可以改變貧窮 可是我看到的卻是 如果教育只有所謂的精英教育 沒有面向窮人的這一面的話 我不知道就像我這種窮苦孩子還有沒有翻身的機會 所以當時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 我就立志想要做一個 集合國中國小全科目免費教材的一個網站 讓這一些沒有錢去補習啊 不行那種高檔昂貴的教材的同學們 也有一個可以免費平等的受教的地方 那接下來呢 按免費教學網站的計畫跟目標就是 想要讓它成為兩岸三地的大型免費教學網站 我希望它是一個二十年三十年 然後一個很永續的一個目標去進行 而且我媽媽常常就是會鼓勵我 就和這東西路透了啊 就是我們真的不要覺得自己的出生環境不好啊 還是自己沒讀書啊自己教育不高 所以這是很以身作折而且很有同理心 我覺得這是它教導我一個很重要很無形的一個資產 對我而言夢想呢就是 now or never吧 如果你心裡頭想到這個夢想 你是繞過它穿過它反而不是去實現它的話 那你很快就會喪失做夢的能力 我永遠不會感到後悔的就是說 我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了回饋 像大姐媽媽就會說 哇真的謝謝心裡 還好有你這個網站 不然我女兒的英文學習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對那還有很多小學生就很可愛 會可能把她的成績單掃描給我看 就說欸心裡姐姐你看喔 我上次才考八十分 然後我每天來你網站學習 好不容易這次進步到九十五分耶 所以其實就是這一個個的生命的一個回饋 讓我知道說其實這個世界上 真的真的是非常值得讓你去付出 讓你去奉獻的 所以我是不會覺得有什麼犧牲啊 反而是在這些人的身上 讓我看到了那一份的希望 跟讓我繼續向前的動力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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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